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天恩師德 領導展恩師慈悲 各位展恩師慈悲 各位前賢 大家晚安 我們上一回 元絕經研究到 徒眼菩薩問的問題 就是要怎麼樣子羞恥 怎麼樣羞恥 怎麼樣子思維 怎麼樣羞恥 怎麼樣用心修行啊 簡單的說 那我們簡單的回顧一下就是說 首先呢 要觀自己的這個色身 不是屬於自己的 地水火風 我們是用食物 是用水 是用空氣 是用熱能 是用火 組合出來的 而且 內在的四大和外在的四大 一直都在交換之中 精神代謝交換之中 所以沒有一個肉體的自我 肉體的自我呢 也是暫時的 而且跟外在的四大呢 是融合在一起的 切斷一個 你就死了 空氣切斷 水切斷就死了 可見你是不能獨立的 你是不能獨立的 所以沒有自我的存在 他主要是強調這個 然後心也是一樣 我們認為啊 那我的想法是獨立的嘛 我的思想 事實上你的思想也是不屬於你的 都是受各種因緣影響 六層原影 都是這個世界的種種的因緣 組合交織成為的影像 所以說呢 我們要知道 身體也好 我們的想法也好 我們的慾望也好 這些都是虛幻的 都是污染 所以我們要遠離這些 不要為自己的身體 也不要為自己的 想法 自己的所謂的理想 願望或者欲望 去計較 去追求 去執著 這就是所謂的 遠離身心 虛幻的污垢 這個時候呢 六根就會清淨 六根清淨以後 就是世界清淨 世界清淨 一個世界清淨 就千百個世界全部清淨 最後呢 最後呢 就講到最後我們上次講的 就整個覺醒就現前了 妙覺 原覺現前 原覺現前呢 就好像 就好像 我們說你也圓絕 圓滿 我也圓滿 那彼此會不會影響呢 你的心性圓滿 無所不在 我的心心也圓滿 無所不在 那我們就擠在一起了 他用一個譬喻啊 就好像 幾千百盞的燈 放在同一個房間 他的光啊 只有互相幫助 不會互相妨害 對不對 只有你讓我更亮 我讓你更亮 而且統統一樣 每盞燈的光都片滿整個房間 用這個來批評就很好 我們每個人佛性的光明 都片滿整個宇宙 整個世界 而且彼此不會互相妨害 只有互相幫助而已 這就是所謂的大合同 這就是 我們的 原覺本性出現的時候 你就變得像 無量光 每個人都是無量光 我們人活著最大的痛苦就是黑暗嘛 我們覺得 我們的心靈是黑暗的 我們前途是黑暗的 甚至社會是黑暗的 生死輪迴更是黑暗的 過去是黑暗 未來也是黑暗 只有偶爾 有一點光明 每個人人生都是這樣子 昨天才有一位道親 的妹妹妹婿 到台北來 昨天才 妹妹求到啦 妹婿還沒求到 妹妹昨天才求到 那星期六呢 到候選那邊去聽這個社會經典班 聽完以後呢 妹婿先來跟我講 說她家裡邊的 她家庭裡邊所有痛苦黑暗的來源 都是她的老婆 講完以後呢 換她太太進來講 她說她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就是她老公 這個黑暗 她本來是相親相愛的人啊 談戀愛也不是介紹啊 談戀愛結婚啊 最後變成彼此的 彼此人生最黑暗的那一面 就在對方身上 多可怕 所以我們人呢 要光明 只有 圓絕 就是剛才講的 上一堂課我們講的 遠離身心患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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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在乎我的身體 不要那麼在乎我的心情 現在人就是這樣 就在乎身體健康 還有在乎什麼 在乎Kimmoji 心情 對不對 人與人相處 就一個感覺嘛 感覺又很抽象的東西 你永遠都覺得老公對你不好 老婆對你不好 媽媽對你不好 爸爸對你不好 小孩子對你不孝順 永遠都感覺不好 到道場也覺得點傳師對我不好 所以這是感覺 你太重視感覺是不行的 那感覺是沒辦法你掌握的啦 風吹草動就會影響 那些都是會污染你的 健康也是啊 你不能控制的 身體的健康這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美貌青春更不要說了 後續那邊有一位道心 懷疑老公做生意搞外遇 那出國去的時候 他又發誓說 要對自己好一點 要愛自己 他家境不錯 但是他蠻節儉的 這次出國呢 回來在海關的時候 我一定要 買十幾萬的 化妝品和保養品 要買最好的 因為海關節稅嘛 買最明牌的 回來啊 我發誓要回到十七歲 要讓我老公嚇一跳 化妝品保養品 絕對不會讓三十七歲的人變十七歲的 不可能的去做夢了 結果沒想到他出國的時候吃 不知道吃什麼東西過敏了 結果回來在海關 他要去買化妝品的時候 不敢進化妝品的店 為什麼 他得了一種叫腮腺炎 就是所謂的低頭皮 他的頭變得跟豬一樣大 你能不能掌握嗎 太諷刺了 他要去買人家 這樣子還化妝什麼 所以啊 身心啊 其實不能控制的嘛 對不對 他只有污染而已啊 不能控制 不要為他去煩惱 這樣六根清淨 六根清淨 這個時候呢 絕成就啊 最重要要成就的 不是你的身體 不是你的理想 不是你的抱負 不是社會的成就 要成就是絕嘛 是絕 所以善男子絕成就故 來一起念 善男子絕成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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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天花 瞧瞧天天 西瓜絕滿 德無人大 德隱故 光激無可 無人愛故 好 善男子絕成就故 絕性成就 人生真正要成就就這個 儒家也講啊 我們上次在研究孟子 所以要存其心 養其性 培養 真的要培養的是這個 培養是你的本性 養其性 絕成就 這個靈性呢 就是覺悟啊 圓滿覺悟 或者是這個覺 所謂覺 不要講的太複雜 簡單的說呢 就是恢復你心性的功能嘛 恢復你心性的功能 不要麻木不忍嘛 恢復你的觸覺 這個我們都知道啊 恢復你的視覺 恢復你的聽覺 這是我們只要聽覺有問題 我們想盡辦法都要去恢復的 但是最重要是你的靈覺 你的靈覺 眼睛看得到叫視覺 耳朵聽得到叫聽覺 心有智慧叫靈覺 這都是本有的啊 眼睛視覺是不求的自得的啊 不是說我書讀很多我才有視覺的 不是我音樂聽很多我才有聽覺的 相反的書讀多了 音樂聽多了可能會破壞你的視覺和聽覺 靈覺也是一樣啊 是本質具足的 本質具足的 最重要的是你不要破壞它 什麼都會破壞它 就是這邊講的 身心幻動 你太重視這些世俗的東西了 有形有相的東西了 你就會破壞它 破壞它的靈覺 所以成就這個覺 一旦覺成就以後呢 當之菩薩 不於法父不求法託 不願生死不愛涅槃 那 覺醒圓滿成就以後 我們就要知道 菩薩呢 他不會被一切法束縛 他也不會去追求呢 要在一切法之中得到解脫 無負無託 既然不受束縛 就不需要解脫啊 以前達摩祖師傳心法 那傳的心法跟我們的三寶心法是同一回事 就是傳三寶心法 如果我們周圍前前有看過 後學 以前寫的一本 祖師傳與三寶心法 上面就有提到 就是觀覺印嘛 一樣的東西 也是傳五個字 五字真經 也是傳 子亥相家 也是傳玄關 然後傳到第二代 就是神光大師 立血斷背 他要求法親切 站在雪地裡面 站了三天三夜 把手臂斬下來 那 來表現 表示他 求法的決心 欸 他 手臂斬下要怎麼報合同 我剛剛才想到 然後 再來第三代祖師 聖誠大師 他第一次去求見 第二代祖師的時候 他 請求祖師一件事情 他說請 師父為我解父 為我解開束腹 我們這個想法就是這樣 我們覺得我們神受很多的束腹 對不對 我們被疾病束腹 我們被業障束腹 我們被親情束腹 被愛情束腹 被貧窮束腹 很多東西束腹我們 甚至被這個肉體束腹 那我們修行就希望解開這些束腹 如果你培養的是你的身體 是你的家庭 是你的事業 是一切有形有相的東西 那你確實 你會受束腹 你會想辦法說我怎麼樣減少束腹 你永遠都在 受束腹和解脫束腹 這上面下功夫 人的一生就是這樣 誰為我解父 誰解決我的束腹 就像剛才後學講的 那一對夫妻 彼此都覺得 對方是綁在他身上的繩索 彼此都這樣覺得 要請我替他們解父 結果呢 陳光大師 跟這個聲燦講 他說啊 誰付主 誰束腹你呢 是誰把你綁住了 誰束腹你了 誰在束腹你 誰在束腹你 這幻覺嘛 你認為有什麼束腹你 誰束腹得了你 你身體可能被繩子綁得住 你的靈覺誰綁得住啊 生來死去都綁不住啊 對不對 誰綁得住你這個靈性啊 綁不住的 靈性是無形無相的嘛 它是存在的沒錯 無形無相的 你綁得住無形無相的東西嗎 綁不住的嘛 啊 你說燈光你把它綁起來 綁綁看 對不對 燈光射在這裡你綁綁看 你綁不住的嘛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重視那些 可以綁得住的東西呢 人世間有很多 都是可以 東西都是被綁得住的 啊 互相糾纏 互相折磨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個靈性 這個靈性不是一輩子的 你死的靈性還是不會死的 但是它有一個特質 它不會被束縛 你沒辦法束縛它 所以叫不予法覆 因此你就不需要追求呢 用什麼方法來解脫 不需要 所以靈性覺悟以後 就不需要追求解脫了 因為你就會發現 我從來沒有被束縛過 所以不要認為自己 已經成就了 一個靈性成就的人 他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覺悟 幹我啊 就是 我未曾被束縛過 所有的束縛呢 不是說我現在有能力了 我有大智慧 有大能力 我可以掙脫一切的束縛 不是 真正的覺者呢 是發現沒有束縛 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束縛我 因為這個惡的我 不是一個身體的我 不是一個思想的我 不是一個情緒波動的我 而是靈覺的我 而是覺性圓滿的我 常樂我盡 不受束縛 那怎麼樣覺性圓滿 我們講六根清淨 怎麼樣六根清淨 遠離換購 遠離身心換購 遠離身心換購 所以呢 無負無託 自由自在 這種人呢 不厭生死 不愛捏盤 一般人覺得 哇我在生死輪迴裡面 太痛苦了 我身不由主 因為你沒有觀自在啊 你沒有看到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是絕啊 原覺大地的這個絕啊 你沒有看到自己的原覺大地 你看到了 你就不會討厭生死輪迴 生死輪迴束縛住你 跟你沒有影響 你在生死輪迴裡面呢 只有普渡眾生而已 你不會被眾生轉 你只有你轉眾生 你不會因為你的婚姻而痛苦 你不會因為你的子女而痛苦 你也不會因為你的父母 你的工作 你的身體健康而痛苦 雖然這些都有 都存在 可是束縛不住你 所以你不會驗生死 我們會害怕生死 就是因為在生死輪迴 從生到死啊 這個過程中啊 苦大於樂啊 年輕人 我們這個年輕人不多啊 年輕人也許充滿夢想 到我們這個年紀啊 回顧一下吧 誠實一點 是不是苦大於樂 不要不承認 跨民流災 苦惱就寫在臉上 憤怒緊張不滿 欠缺 都寫在臉上 所以我們討厭生死就在這裡啊 因為生死處處受限制嘛 我們的醫生受太多的限制啊 從小就被綁在學校啊 對不對 好不容易 你們 年輕人畢業了 你們都畢業了 現在要被綁在工作裡邊 再來還要綁在婚姻 更可怕 有的小孩要被小孩子綁住 媽媽就在旁邊 要被小孩綁住 等到呢小孩子長大以後 被疾病綁住了 受夠啦 受夠啦 你的身體受夠啦 受夠折磨 開始生病 開始生病 被疾病 被情緒 對不對 被各種複雜的 長期累積下來的惡劣因緣 根本情緒失控了 我上次看到 電視上面不知道訪問誰啊 說他 說他小孩子 管孩子 那個孩子 十七八歲嘛 警告他媽媽 說你不要管我啊 你要知道我現在在叛逆期喔 他媽媽說 叛逆期算什麼 老娘更年期 更可怕 當更年期奔上班逆期 這就是痛苦啊 是不是痛苦對不對 束縛太多了 束縛太多了 從生到死為什麼讓人厭惡就是這樣 年輕人還有夢最美啊 到一個年紀以後 就只有厭煩而已 只有厭煩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放錯地方 我們沒有培養我們的本性嘛 我們培養的都是 對不對 身外之物嘛 你培養別的東西 你就會發現 越來越糟越來越糟 所以要培養本性 培養本性最簡單的嘛 你培養身體不可以控制 培養事業不可以控制 培養子女也不可以控制 甚至 培養你的老公老婆都不能控制的 培養靈性 不需要受別人影響 回光返照就好 對不對 六根 不要去追逐六成 回光返照 就好了 存其心就養其性嘛 心不要到處亂跑 收回來 就培養好了 靈性一旦培養好以後 那些都束縛不住你 那些你都看得很清楚 虛幻的暫時 無常的 其實啊 這一切你只要不在乎它就 對你沒辦法 你在乎因為你覺得它重要 因為你覺得它很真實 你沒有培養靈性 沒有那種智慧去知道說 那一切是虛幻 所以不驗生死 不愛捏盤 一般人驗生死就會愛捏盤 我還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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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愛捏盤 我要寂靜 我要錄定 我要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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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我不要在這邊 生死輪迴跟大家瞎扯 生死就是捏盤 在哪裡沒有寂靜 就是捏盤 我們上次講六祖壇經 叫什麼 那且定 星雲做雨啊 如如不動 龍三昧 在這個世間星雲做雨 普渡眾生 但是呢 其心如如不動 而不是躲到一個 安靜的世界 脫離這個六道輪迴之事 這叫西天雖遠請客到 西天就在這裡 你心一轉變你覺了 這個世界就是李天 你不覺呢 你不覺呢 李天也變成 六道輪迴 那 所以說不厭生死 不愛捏盤 我們會在這個世間 花花世界 活得非常的清靜 非常的自在 不受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找對了 因為你培養你的決心 你走對路了 走對路了 你如果整天只想多賺一點錢 鍛鍊身體 或是追求欲望 享受 那都是努力做方向 那些人的努力最後都會讓你發現 一些人的努力呢 不管成功還是失敗 有一點是一樣的 不快樂 不自在 束縛 努力的越大 被綁的就越緊 被綁的就越緊 人影成就越大 你就被他綁住了 好像蜗牛的咳 越大就越重 不敬慈戒 不正悔盡 不中酒席 不清初學 然後對於持戒者 不會特別的去 恭敬他 不會特別去恭敬他 對於毀禁者 就是 破戒的人 不會特別去厭惡他 不正毀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看行為 以心應心 他知道不管你是持戒者還是破戒者 你的決心 你的決心 是 不爭不減 不生不滅 所以你行為是持戒 還是毀禁 已經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 你的靈性能不能覺悟 如果你持戒的目的 像我們親口也好 啊 我們守種種的戒律 如果目的是求福報 求健康求葫蘆受洗 那個也沒什麼好尊敬 那決心還是不 還是不絕嘛 對不對 還是不絕 所以他講不敬持戒 不正毀禁 他的意思在這裡 啊 就是存心養性更重要 一旦存心養性以後呢 你自然就不會去破戒嘛 隨心所欲不欲舉啊 隨心所欲不欲舉啊 所以就不會在人的行為上面 這樣才可以普度重生啊 昨天 後學那邊才有道心講 說他很厭惡他的老公 我說為什麼 因為這個道心已經親口了 他說我老公太臭了 假罵 吃素吃久了會嫌人家臭 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 嫌吃肉的人臭啊 太臭了 這就是所謂的 正毀禁 我說他臭有臭的好處 他臭有什麼好處呢 吃肉還有什麼好處呢 我說吃肉也是道心啊 不能說吃肉就不是道心啊 而且呢 老實講啊 吃肉的比他肚得到吃肉的 你吃素久了 你的人際關係都是吃素的人 你跟那些沒有親口的人都沒辦法混在一起 對不對 沒有親口才渡得到沒親口 抽菸的渡得到抽菸的 小檳榔的渡得到小檳榔 等你都戒掉以後 你只有在路邊等待時機 所以他要具有那種可能性啊 我們不要說 哇一定要把他 設限 他必須要 持戒才是道心啊 他還沒有持戒的人 他也可以是道心 他只要認同道就好 他在從 全身的毛不飲一直到 親口如素甚至清修 這個過程中 那才是他度人的時間 老實講 他補度終身的時間都在那段時間 等你變成持戒者以後 度不到幾個人 都同類的嘛 你認識的人都跟你一樣啊 就像那個道心講的 連老公他都沒辦法忍受 他怎麼去外面交那些 酒肉朋友 怎麼可能嘛 對不對 那你到外面去度好料啊 都吃素的啊 問起來都求過道了 是不是 比你修得還好 所以說不正毀進 所以我們重視靈性的人 我們看眾生都看到他的靈性 不是光看到他的行為 看到行為你就氣死了 持戒者一定討厭毀進者嘛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不要光看人家的行為 像後學那邊 三寶修辭班 就有一位道心師 中婆啊 從小就當徒師的 然後也沒有聽口 每次走進來 因為一用三寶修辭 大家 鼻子都很敏銳啊 他一走進來 大家就聞到一股 靠眼鼻 每個人都 他每次來我都要 我都要把他肩膀攔一攔 再要表示親切 因為他一定會感受到別人對他 好像靠近就 他跟摩西一樣厲害 分紅海啊 走到哪裡人海就會分開來 道場就是這樣 吃住久了就會 怕那些草獻民 今天我發現他沒有味道了 今天沒有味道了 因為很顯然他 因為你吃肉一定會有味道 你就算 你就算來佛堂之前沒有吃 你昨天剩下的肉 再毛孔都會散出來 蔥啊 蒜啊 那些味道 他至少也吃了一天的素 今天才會沒有味道 那你討厭他這種人 就沒辦法上來了 所以看眾生 不要光看他的行為 一個 一個重視靈性的人 他會重視眾生的靈性 所以你永遠 你如果重視眾生的靈性 你就永遠有那個慈悲心 因為眾生的靈性 永遠都是這麼明亮 看得到本性的人 就看得到別人的本性 他那點向善之心 透那點光 就會讓你覺得 太好了 願意來就很高興 你還嫌他臭 不重酒席 不清初學 你也不會去特別重視那些 老修啊 酒席者就是老修 我們道場的來講就是老前賢 老道親 不會去輕視呢 初學者 初學者 心到心 甚至還沒有求道的 有因緣來接近的 初學者 他只要願意學就好 不輕視初學者 何以故 一切絕故 為什麼呢 一切都是絕嘛 一個絕者呢 看到什麼都是絕 他只有看得到絕 到處都是絕 他不是說我只有我的心是絕的 絕性圓滿啊 無所不絕 天也是絕 地也是絕 有情也是絕 無情也是絕 山河草木 一切眾生都是絕 其他的都是換購嘛 不管自己的身心還是眾生的身心 都是換購 都是虛幻 都像民邦一樣 都像民邦一樣 都是假的 所以一切絕故 所以絕成就者就是一切絕 看到什麼都是絕 以絕心來硬絕心 譬如眼光小了前進 奇光圓滿得無真愛 他說舉個例子來說 就好像眼睛啊 眼光啊 眼睛啊眼光嘛 對不對 眼光呢看到目前眼前的所有的 啊 東西 對不對 所有的境界 奇光圓滿 這個眼光呢 他是圓滿的 他沒有正愛 他沒有說我喜歡 我討厭 你的思想會有喜歡討厭 但是眼睛沒有 眼睛沒有的 會喜歡討厭是你自己的心 眼睛沒有選擇的 是不是 你眼睛一睜開 眼睛 這裡面 老的少的 啊 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全部進來了 美的醜的全部進來了 你不會說眼睛一睜開 光看得到美的 看不到醜的 看得到少的 看不到老的 你眼睛沒那個能耐 他眼睛的特質 就是 什麼都看得到 如果你眼睛睜開 只有看得到 某一種顏色 看不到別的顏色 這叫色盲 眼睛有問題 如果眼睛睜開呢 如果眼睛睜開呢 看得到一部分 大部分看不到 或者看得到大部分 看得到一部分看不到 那也表示 就是 那叫四網膜破裂 有沒有聽過這個病 四網膜破裂 這是不正常的 同樣我們的心呢 如果只喜歡這個 討厭那個 那就是不正常 那叫不正常 聲音 聲音耳朵也是一樣 對 耳朵 你不管你心裡喜歡 討厭 但是 稱讚你的聲音 還罵你的聲音 你都聽得到 你都是聽得到的 你不可能說 我只聽到我喜歡的聲音 沒有這回事 如果是的話 你也不會高興 如果你的耳朵發現 我怎麼只聽得到音樂 聽不到講話的聲音 也聽不到喇叭的聲音 雖然我討厭喇叭的聲音 可是當我聽不到的時候 我就很懷念它了 對不對 耳朵最重要就是 要無所不聽嘛 心也是一樣 心最重要就是 要無所不愛嘛 對不對 無所不容嘛 這是心最重要的 不是我的心 只接受這個 不接受那個 就像耳朵只接受這個聲音 不能接受那個聲音 這耳朵就爆消了 我們人心往往是這樣 一開始是 像小孩子啊 看人 它都是一樣的 嬰兒啊 看母親不知道美醜的 長大以後就開始會認美醜了 然後慢慢你的美的範圍越來越小 注意喔 我們的心就是這樣 你美的範圍越來越小 醜的範圍越來越大 這個發現所有人都是醜八怪 這就是我們說眼睛越看越小 越看越小 就只有看得到目光如豆 眼睛壞掉了 心靈壞掉了 所以要 不用學別的 你學你的眼睛就好 齊光圓滿得無正愛 同樣心也是 眼光是圓滿的 心光也要圓滿 光體無惡無正愛 心光也是 它的本體是無惡 就像眼光是無惡 耳光無惡一樣 鼻子也是 香的臭的都聞得到 光聞得到香味聞到臭味喔 你也不會高興 就把這鼻子壞掉了 嗯 所以我們的心呢 要得無正愛 這才叫 絕 要絕 其實人啊 最大的痛苦就是在這裡 永遠只有我喜歡 我討厭 沒有得無正愛 我就得一個正愛 尤其正放在前面 我討厭 大部分都是討厭的 大部分都是討厭 隨著年歲的增長 討厭的東西越來越多 可愛的越來越少 這又不絕 這又不絕 好 善男子 一起唸 善男子 善男子 從猪縫 善男子 善男子 善女子 善男子 辭職 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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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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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南 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 修習此心得成就者 就是這位呢 修持覺醒的 菩薩還有末世眾生 還有覺悟本性的 末世眾生 要怎麼辦呢 修習此心 我們就要修煉這個心 我們說中日煉神光 修煉這個心 學而實習之 學會實習子 我們學到啊 得到 就是得到這個 本性 嗯 要時常去 修煉它 反覆地去運用它 運用你的本性 嗯 好像 跳水選手 一遍一遍地跳 越跳越熟練 你要修煉 你要修煉 忍性怎麼運用呢 反其道而行 反一般人的道 凡夫之道啊 他 他的用心的方法 就是向外追求 向外學習 向外去突破 就是這樣 就是凡夫用心的方法 首先定出目標我要追求什麼 好 再來 我要追求到這個東西 比方說我要追求到 賺一千萬 好 那我要學習什麼東西可以賺到這一千萬 而我可能我 我學做目工賺不到一千萬 那我學電腦 欸也許可以賺到一千萬 那同樣學電腦的人 賺到一千萬的人還是有限 怎麼樣突破困難 對不對 這我說的 用心就在追求 學習還有突破 都在這裡啊 休息此心 那就不是了 怎麼得成就呢 回光返照而已 不是去追求去學習去突破 而是把那個追求的心 學習的心 突破的心 全部收回來 練神光就這樣練 啊 桃光養晦啊 把那個光啊 向外射的光收回來 收回來 啊 所以於此無修 亦無成就 修煉本性啊 無修 無成 為什麼 本質成就 啊 你只要去覺醒 啊 原來一切早已經圓滿了 圓絕就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說於此無修 亦無成就 要恢復你的本性啊 要恢復你的本性啊 放下一切的作為 放下一切 我一定要這樣 這種想法 還有這種做法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才好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啊 一定要這樣才好 怎麼才好 你的努力 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嗎 那是我們人的想法 我們的眼睛鼻子耳朵 我們的肝臟肺臟 都不是你努力變好的 那本來就這麼好了 你努力了半天 只有把它變壞而已啊 啊 錯誤使用 錯用心 錯誤使用 所以一定要看到這個 這是 剛好跟我們的 社會的一種 價值觀念是相反 我們很多人會把 社會的價值觀念 帶到道場中來 用這種方式來修道 要很努力 要很打拼 要追求成就 這叫不是本心 不是本心 要認識我們的本心 不需要修 本來就成就了 他沒有欠缺 他沒有欠缺的 你不要認為他欠缺 亂家 我們說 聽到話可添足就是這樣 這時候好像欠腳啊 要給他添個腳 我們人就是這樣 他覺得欠缺這個欠缺那個 你沒有欠缺 不惠本足 本質俱足嘛 沒有欠缺 要決就是要決這個本質俱足 我們不放心的耶 很少有人放心說 我本質俱足 我不用追求什麼 我不用擔憂了 他很擔憂 他會覺得 我必須要補充 我欠缺很多 我必須要補充 我要補充我的知識 我欠缺很多福報 我要去補充我的福報 欠缺很多錢 我要補充我的錢 實在地告訴大家 沒有欠缺 原同太虛啊 無欠無餘啊 原滿的像宇宙一樣 太空宇宙 沒有欠缺也沒有多余 这就是我们的觉 不是修理又才变这样的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觉就是要去觉耻 察觉这个东西 要觉悟到这个 一般人都不晓得 坐勇这个宝藏 不晓得 不晓得自己有这个宝藏 无牵无鱼的大宝藏 不晓得 这个本性的宝藏 老师觉得我要去追这个 我要去追那个 不知道 也不相信 跟你讲的人也不相信 本性具足 我尴尬 所以你不觉 我尴尬 你不觉你就要去觉 跟你讲你要相信 你要去感觉 对不对 跟你讲你有触觉 你要去想办法 你不要说我怎么可能有触觉 就是有啊 你不能说你手麻了一下就相信 就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有触觉 对不对 你现在是麻了没错 麻木不仁啊 但是你本来是有的 以后还是有的 暂时麻了而已 麻木是战斧的 啊 要去觉 得到以后 成心保守 守住你的本性去觉 不是守住本性说 哎呀 我守旋我就可以得到钱啊 得到健康啊 不是 守住你的本性 去察觉本性的圆满 不生不灭 不怕死了 守本真心怕怎么死 不怕灾难 守本真心有什么灾难 不怕疾病了 守本真心呢 病而不苦 所以说 于此无休 亦无成就 原觉普照 极灭无恶 啊 觉性圆满 普照十方 啊 普照十方 无所不照 极灭无恶 极灭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无恶 什么东西极灭了呢 恶相极灭 恶见极灭 恶见不住啊 圣物追寻啊 什么叫恶见 我们人心啊 没办法圆绝普照 就是因为 有恶见 恶见 是啦 非啦 好啦 坏啦 成功啦 失败啦 不要恶见 这个 极灭无恶 告诉大家 恶见不住 没有真的成功 没有真的失败 没有所谓的美啦 丑啦 那都是自己去定义的 境界没有美丑的 人没有美丑的 自己定义的 没有高矮的 没有美丑的 没有高矮的 自己定义的 没有胖瘦的 自己定义的 也没有贫富 也没有所谓贫富 这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且他永远不确定 要不住 什么是贫穷 那个亿万富翁 他就觉得自己钱不够 永远觉得自己很穷 越有钱的人觉得自己越穷 那前面有 百大富豪排行榜 看你挤得进去 是不是 一旦有钱到一个程度 你就要去排行 所以那个是没有 没有确定的东西 所以二戒 没有确定的东西 你说出家人一波千家饭 他也觉得自己很富足 这心灵的问题 到处讨饭吃 对不对 那不用担忧 哪里 山边 山栋树边 树下可以睡的 就睡一下 那叫穷 他不承认自己穷 所以有钱的 他不承认自己有钱 穷的 不承认自己穷 为什么 有道就不承认自己穷 没道呢 再有钱都不承认自己有钱 再有钱都不承认自己有钱 所以说圆绝普照啊 极灭无恶 我们都希望圆绝普照 那我为什么不能普照 为什么我们眼睛总是 看得到有限 智慧总是有限 总是有限 总是连解决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不要说是解决众生的问题 不要说是看到世间的真理 甚至看到什么 看到还没有发生的灾祸 这个都是我们的圆绝普照都看得到的 啊 后面还会提到 一些众生心 一念体动你都可以察觉 他世界下一滴雨你都可以察觉 圆绝普照 为什么我们失去这种能力呢 就像你耳朵突然间听不到鸟叫的声音一样 为什么心灵失去这种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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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 没有 极灭无恶 哦 落在恶间里面 眼睛 心里老是在想的 这个好 那个不好 哦 老是在想这个事情 哦 这样较好 这样不好 就是这样 哦 而且这个好不好 一直在变 耳见不住 一直在变 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苦恼又在这里 等你圆绝普照了 啊 极灭无恶了 于是你就会看到 余中百千万亿阿生子 不可说 恒河沙 诸佛世界 犹如空花 乱起乱灭 啊 你就会看到啊 百千万亿啊 啊 无量无边 啊 阿生子 就是无量无边 没办法述说的 像恒河的沙子一样多的 一切的 诸佛的世界 诸佛世界都珍贵啊 啊 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就讲不完 啊 何况这里面 啊 有像恒河的沙子一样多 嗯 嗯 那诸佛世界 在一个 圆绝菩萨的眼中啊 他的大智慧的观照之下 連这些呢 这么珍贵的诸佛世界 都像空花乱起乱灭 啊 都是虚幻 都是虚幻 不是不存在哦 他是存在 当然存在是以 幻 来存在 什么叫空花 空花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眼睛啊 啊 你去捏它 啊 你去捏它的话呢 诶 这时候眼睛就会出现 哇 灰灰啊 啊 天花乱醉 啊 要空花 那世上没有的 啊 你去揉它揉它 欸就会出现这些东西 要空花 但是你说没有吗 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诸佛世界尚且如此 何况是 繁复的世界呢 都是空花 只要你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听得到的一切 都是虚幻不死的 不管他是诸佛世界也好 六道轮回也好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奉影 如梦幻奉影 一切有违法 佛弈不求啊 何况其他 啊 觉悟的心灵 知道 连佛 都唯有假名啊 都只有假名而已 没什么好追求 我们会追求是因为那个东西好 佛世界好 比我现在世界好太多了 所以我要去追求它 啊 啊 当你发现你一切具足了 就不需要去追求 啊 所以他方佛世界的一切的美好 一切的光明 一切的功德 本质具足了嘛 哪需要去追求 啊 本质具足 所以就算看诸佛世界 都像空花乱起乱命 但是很好啊 欣赏啊 啊 抱着欣赏的心理啊 看东方 要师佛国 看西方 阿弥陀佛 啊 南方北方上下四方 无量佛国 啊 只看点子 呵 看处理就好 啊 啊 不会去直取 所以不急不离 啊 不会去 急就是不去追求 也不用去推 也不用说不要它 不用去离开它 对于世间的一切一切 不管是好的坏的 不急不离 我不追求我也不拒绝 啊 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嘛 至少那是虚幻的 没必要去追求 也没必要说我不要看 你不要 就表示说你认为那是真的 你认为那是真的呢 你就说要选择我要还是不要 你不晓得那是电影 那你就认为 哇 这里面有珠宝 我要走到那里面去拿 这里面有魔鬼 我要赶快逃走 那天下说他 钻出荧幕来杀我 没有这种人啊 有精神病就会笑 他就会真的相信说 哦 那魔鬼会从电视里面钻出来 哦 有啊 有的小孩子真的相信哦 电视里面伸一只手 把人抓进去了 那都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对世间就是这样 哦 哦 要看清楚 哦 那有一天看电视是一样的 哦 哦 不用去追求他 不用靠近他 哦 也不用离开他 那么呢 你不会被他束缚 你也不需要去解脱 哦 哦 你有婚姻 有家庭 有事业 有身体 有生死 有活 有死 但是呢 你不会被这个束缚 因为你知道那些都不重要 那些 来来去去 有什么重要 这个我们都经验丰富了 对不对 都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每个人都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人怕死是莫名其妙的 经验那么丰富 对 你当国王的经验可能不多 但是死的经验一定很多的 啊 你拥有又失去 拥有又失去 太丰富了 对 多么虚幻啊 啊 不管拥有多少 最后都会失去 多长寿 最后还是会死 所以这些东西 你知道 你不要去在乎他 他就绑不住你了 你知道那些东西虚幻了 对不对 他就不会引起你的情绪啊 我被他绑住了 啊 或者我要怎么样解脱了 啊 会绑护我们的是我们的妄见 是我们的妄见 所以 死至众生本来成佛 生死涅槃犹如琢磨 所以 一旦 决成就了 决性成就了 你就会知道 众生本来成佛 啊 本来就是佛 本来是佛 现在也是佛 未来也是佛 那为什么变成众生呢 自以为变成众生 就在这里而已 你自以为是众生 自以为在生死轮回之中 自以为在受苦 自以为在享福 都是自以为 都是妄见 以无为有 以无为有 都是自以为 不得难关 最后 过不去了 过不去就 只好放手了 过不去 这时候要成全他放下 不得不放下 你就扛不起来 那个时候你就扛不起来了 他一旦放下他就成了 所以以前禅师呢 都被 都被他的师父啊 逼到角落去啊 让他过不去啊 叫他参啊 永远 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过不去那个难关 怎么说都错 怎么做都错 所以为什么讲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看你手上抓的什么 你要能够真的放下 疼的 大部分人都知道 不得不放下的时候 他还是不放下 他到死了 他还是不肯放下 对不对 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 我死也不放过你 是不是 到死了我也不放下 修行就这么简单 放下 放下而已 其实你要抓的就是这个啊 恶剑嘛 对不对 那个东西你抓得住 不住啊 抓不住的 抓不住的嘛 这些东西抓不住的 就是因为我们 想要抓住什么 所以我们 要在幻觉里面 永远都在挣扎 去抓你抓不住的东西 永远都是这样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 我一定要掌握的东西 随着他的生命慢慢形成 他最在乎的 我一定要掌握的东西 我一定要追求 一定要获得 获得以后一定要抓住不放的东西 那个就是梦啊 不管是富贵荣华 还是捏盘 都是梦 你就开始做梦 哦 开始活在梦夜之中 所以 要知道自己 什么是你 放不下的 与放不下处要放下 什么是你 最在乎的 最在乎处要不在乎 无可无不可 嗯 所以我们修行啊 并不是说 很多人修行走错方向 所以不能决成就 因为他修 努力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就他在乎的 那是世间法 那不是道 那不是修道 修行人要知道自己在乎的是什么 然后你能不能松手 能不能松手 能不能去察觉到 我就是被这个在乎绑住 甚至绑不是一辈子哦 生生世世 把刁刁 不是 不是这个毛巾绑得住你 是你抓住他了 毛巾没办法束缚你的 是你自己要被他束缚啊 你要不被毛巾束缚很简单 一松手就没了 是吧 是不是 就是松不了 就是不肯放在来 一定要抓住 我们那个大脑就是这样子 硬的 僵硬的 一定要抓住 不能放 所以我们没办法死之众生本来成活 你不放你就永远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本来成活 也不知道说 哎 众生原来都是活 啊 都是中风的活 啊 都是中风啊 啊 那中风的原因很简单 我们一般中风还是 你真的躺在那边不能动 这个中风是很可笑的 自己用一个知识中风 啊 一个知识把自己困住了 台语怎么讲 台语说知识怎么讲 哭死 是吧 呵呵 啊 有这个说法了 我又乱讲了 被困在自己的一个哭死 困在那里面 都谈不得 我看林志玲永远都是 那个表情面 一号表情 那面漂亮也会破掉 呵呵呵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这一段呢 因为比较深 所以我多讲 要不然你光去看 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 都花点时间去讲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修行就是要成就的就是绝 啊 而绝呢 告诉大家本来就成就 啊 本质成就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 啊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 呵呵 常常听到的话 问题是你 你为什么放不下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我们的执着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放下执着就是 是损失了嘛 错啦 你损失了一点 但是呢 你得到了全部 你得到了全部 得到了你的本觉 啊 好像手 放下了这个毛巾以后 他就可以抓任何的东西 如果你永远抓了这个毛巾 这个毛巾我们称之为 富贵啦 健康啦 长寿啦 爱情啦 啊 或是 现在最游行的话题 总统大卫 对不对 这一放下以后就 哎 他无限的可能就发生了 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晓得自己的无限可能在哪里 他永远只告诉自己 我可能这样就好了 我要抓住一个东西 而且我还不一定可以抓得住 不一定可以抓得住啊 不管怎么样 我还要去抓住他 对不对 现在要抢那个总统的位置 抓嘛 看谁抓得住 互相砍把对方的手砍断 砍到 砍到见骨 绝者看一见众生 无所不爱 但是若遇到心术不正者 他就会将你的好心爱心利用 向我们于苦难 比方说借钱当宝人 当公司人头 这样的人我们能爱得下去吗 我们虽然看得到他的念头 免于受骗 但这种人是否设法能离多远 就多远 其实好人坏人 当然有人特别坏 好人坏人 有时候也是自己去定义 像我们刚进入道场 我们喝酒 我以前还没修行的时候 我也是 我除了不会赌博以外 我大概其他都会 对不对 没杀过人 打过人有 骁勇战战 呵呵 如果当初佛菩萨看我 能离多远都有多远就好 就没有我了 对不对 所以卑至双运 真正有慈悲的人 不会上当的 不会上当的 真正有慈悲政治心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无所不爱 因为爱有一种偏执的意思 而是一种慈悲 真正有慈悲心的人 他也有智慧 心中有强烈的爱恨之心的人 就会障碍他的智慧 所谓淡漠正爱 动然明伯 有正爱心的人 他的智慧 就会失去 就好像我们眼睛 长得白内障一样 被这个正爱心给葬住 所以我们看到众生 除了看到他 心术不正的那一面 咦 你也要看到他 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面 那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拥抱他 因为不舍众生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要循序渐进 这个人 他心术不正 然后你对他释出善意 但他想要来骗你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啊 因为你有智慧 你除了对他有爱心 而且你有智慧 你知道他有问题 你比他有智慧啊 你知道防范于未来 就不会上当 会上当不能怪自己好心 好心跟上当没有关系的 愚痴才跟上当有关系 对不对 上当只能怪自己愚痴 没有智慧啊 我们被骗不是被人家的坏骗 我们是被人家假装好人骗 注意啊 这个说法啊 会来借钱当宝人 当公司人头 你为什么会借钱给他 一定你相信他嘛 为什么相信他 他装好人啊 然后你以为他是好人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他的本性 为什么你看不到他本性 因为你自己本性没有流露 所以你看不见实相 看不见实相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不要说 被人家欺骗了啦 利用了啦 就觉得人不要当好人 被人家欺骗利用 而要检讨自己 我会被欺骗或被利用 是因为我有弱点 因为我智慧未开 跟好心是没有关系 好心一定有好报的啦 好心会有坏报的 不是好心造成的恶报 而是愚痴造成的恶报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当然如果说我们 智慧不够的话 还没有能力去 苦度众生 那我们就 自保嘛 独善其身嘛 独善其身嘛 你有能力就奸善天下 你有能力你就好独善其身嘛 不过真正独善其身的人 就能够奸善天下 因为独善其身 修身成功的人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不落两端的嘛 好而能之其恶 悟而能之其美 修身成功的人 他不会被自己的好恶之心所遮蔽 我时常发现被骗的人都是因为 骗人的人啊 都了解对方喜欢什么 他才骗得到你 他如果呢 表现出来是你讨厌的 他绝对骗不到你 他一定把你摸透了 骗子有这种特质 知道人家喜欢听什么 知道人家贪图什么 知道人家爱什么 他才骗得到你啊 他跟你相处呢 不过一开口就骗了 一开口一定是先跟你 慢慢了解你 知道你的喜好在哪里 然后怎么样 投其所好 都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会被人投其所好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骗子 我们好的时候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他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投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比方说这个人 他甜言蜜语 我们就看不到他甜言蜜语里面的狡猾 欺骗 虚似 就看不到 因为你喜欢甜甜言蜜 因为你喜欢甜甜言蜜 对吧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留点时间给我们 等下来留言 好 好吧 我们下课 empezar 谢谢大家